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沙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二世慈父 卢俊宏台长 我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想请师父帮我看图团 我是九三年 属居 居 属什么属居啊 九三年 属居 你自己是吧 看我的精神状况 忧郁症啊 是的 我有重度 严重的 我刚刚话还没讲出来 严重 忧郁症 恐惧症 强迫症 都有 对 对 师父说的对 重度 强迫症 忧郁症 都有 你身上有两个灵性 对 上次师父给我看图团也是两个 看见了吗 是 师父我想请问 这是我前世的业战导致 还是主上 还是自身的心魔导致 都有 上辈子 主要是上辈子啊 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啊 坏事做尽 还做什么坏事啊 数什么的啦 九三年 数低 感情 骗人家感情 上面只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啊 男的 你自己不感觉你是男的啊 对 就是 对 男人的特性你都有 对 女人的特性你也有 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了 这两个人死盯着你啊 对 男人的特性你也有 对 男人的特性你也有 非常不好 他们会经常在你身上 让你自言自语的啊 对 对 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 很痛苦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每天晚上过来 听得懂了吗 我告诉你 他们在你身上讲话 做坏事 会 我脑海里会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音乐 现在知道了吗 这就是灵性在你身上 这还不懂啊 你自己赶快念了 小房子念几张了啦 小房子目前已经画了大概八百张左右 我自己本身念的有一百六十张左右 其他的谁帮你念的啦 同修 嗯 蛮高的 收到七百张了 收到七百张 上次呢 我梦到 一个月前 我梦到师父说 有收到六百张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真的 很准 太准了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自己念最好 佛有帮忙念也很好 嗯 对 听得懂吗 嗯 什么法师跑出来 这个念小房子 什么一天可以寄出来几百张 他跟你们一样啊 你们能念几张 他也能寄几张啊 他几百张怎么出来的啊 好 那么师父目前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 先念八十六张 剩下八十六张 你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 过去他们整天都围着你 掐死你呀 而且给你做那种不好的事情 你听得懂吗 有 我会有那个 你很痛苦的 非常痛苦 真的 就像被人家强奸一样的 对 会有那种意念 我就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我忏悔 就是你上辈子的业障 明白了吗 我忏悔 我上辈子对他们的伤害 对不起 这个很痛苦 痛苦 对不起 不能造业 对 所以你这辈子就不要再造业了 对 忏悔 对不起 年轻的时候 你也造过一次也听不懂啊 对 对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对 对 师父说的都对 我错了 我忏悔 对不起 那些人就叫什么 辛仇救恨 涌上心头 我打抱了一个头 干 师父 我想请问 半生需要多少 五千条 五千条 好吗 嗯 好 师父 我2019年就26岁了 请问这个官 你真正的官是28岁 记住了 那个官是28岁 几月 七 八月份 你这个官过了你就可以活很长 天生了吗 说法了吗 好了 会天生说法 不好就不天生说法了 好一点点就要讲的呀 好 好 就是念了小房子才能站在这里 他们而且 他们在破你的像你知道吗 他们每天晚上要抓你的脸啊 对 我的脸很痒 所以你的脸痒得不得了啊 对 对 师父说的都对 好 我的脸会脱皮 会红肿 会痒 会痒 我告诉你 天天的拉你的脸呐 对 对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晚上 我告诉你啊 就是拉你的脸皮啊 我告诉你 你们做这种事情的人 就是没皮没脸 他就搞你的脸皮 忏悔 对不起 好好地努力了 自己好好地努力了 像男人一样的他 脾气急的不得了 坏的不得了 对 是 我的脾气也不得了 你过去跟你爸爸妈妈也不好啊 像那种妈 对 整天发脾气 给他们闹 逃在鬼啊 你是 我忏悔 对不起 后面是你妈 好像年纪很轻 不像妈妈 同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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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下去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看一下我小房子的质量 年纪的质量如何 几几年的鸡啊 几几年的鸡啊 93年 嗯 还不错 蛮好的 干 师傅 我想请求 你们家不大嘛 家不是太大嘛 东西放了不要太乱好吧 尤其是窗户下面有个沙发 对 窗户上面有个沙发 对 窗户上面有个沙发 随便到你家去看了一看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对 师傅 佛台倒蛮好 我讲给你听 你听 你听得懂吗 我讲给你听 你听得懂吗 我讲给你听 你这狗你会很喜欢它的 因为它跟你前世有缘分 所以你不要去抱它 我之前是非常喜欢狗 师傅说的都对 好了 一切的一切 人生的一切 全是缘分 今天能够到你身边来的 都是你上辈子的缘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嘞 请师傅看我的肠胃 小肠不好 小肠 肚脐 肚脐眼这个地方 经常结实 一次冷的肠胃就痛 对 还有便秘 关节也不好 我会一直把肚子和便秘交替 看见了吗 还有抽筋 经常睡觉会抽筋 对 想请问肠胃是灵性病还是肉体病 有 有灵性病 是小灵性吗 对 小灵性 赶快 多吃一点香 那个 那个 香沙养味完 然后还要每天念 七十八遍 往生咒 连续念三个月 再捡到 五十九遍 好 感恩师父 好吧 好 还有问 我想在这里忏悔我自己之前的功告我慢 然后呢 在学心灵法门之前呢 也是要恶口招业 恶口诽谤其他的宗调与法门 再次参加 最早的时候还诽谤过心灵法门 跟你讲的时候 你都要当心的 听得懂吗 记住任何一个人 不学可以 不要去讲人家不好 嗯 好的 你现在脑部神经受影响 所以你讲话咬字不准 听得懂吗 哦对 我有点口吃 口吃了 不是口吃啊 脑不灵啊 所以人家说 脑洞啊 大开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嘞 感恩师父 嗯 好嘞 下去吧 好 感恩大家 好 感恩大家